今天这话题呢有点沉重 就是孩子移民了 将来父母老了 怎么办 我跟我媳妇都是80后 媳妇家这边呢有一弟弟 我这小舅子呀很能干 也非常孝顺 未来大概率能多替我们在这边进进校 我是独生子女 母亲走得早 我爹现在身体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那阿姨呢身体就差点 需要人照顾 您说这俩人退休费也不少 就是舍不得请保姆 这半年多了 我光从跟我爸视频上 也能看得出来 他已经开始变老了 那再过一些年怎么办 这个真的是一两难的问题 在一代移民中啊 特别的普遍 也非常的现实 第一能不能把老家接过来 有啊 有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您都知道啊 旅游 短住 和长时间生活 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这奥兰多 号称是养老天堂 空气好 环境好 气候温暖 离海边呢 也不远 但是很多父母 不会开车 不会说英语 在这边没有朋友 天天在家 跟孩子大眼瞪小眼 他能习惯吗 他不孤独吗 在家里 他有几十年的老朋友 老同学 老同事 老邻居 七大姑 八大姨 这都割舍的下吗 有没有那老人家 有主观能动性的 自觉自愿 活得老 学得老 哎 有 一出来 夸击一头扎的 语言学校里 他不断的充实自己 特别努力的 适应外边的生活 好吧 凤毛麟角 人老家可以这么 要求自己 咱不能这么 要求人家 还有看病 也是大问题 就美国这个医疗啊 过两天 我做一期 好好讲讲 我那个药的事 真能把人给逼疯了 那接不过来 能不能回去 这里面 问题更多 谁回电 我自己回电 我媳妇大人回电 还是我们全家一块回 与我来说是若干年以后啊 但是这个 是很多海外华人 此时此刻 正在面临的问题 我自己回电 留媳妇大人 在这边照顾孩子 还得照顾生意吗 我回去多久 回一个月 我觉得他行 没问题 回的半年 我觉得他够呛 回的一年 嗯 那搁谁都悬 那全家回 孩子上学怎么办 海外的工作怎么办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回不去的原因啊 那能不能来回飞呢 能 不考虑前 只算时间 奥兰多飞北京 30个小时起 如果还得琢磨琢磨这机票的价格 那50个小时的飞机非常多 那现实情况就是 就算24小时 真有紧急情况 就这个必要的时间 未来会卡住多少不得已和没办法 无论是我身边 还是我自己 都经历过 有些事 那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当然了 这做子女的 就算不在外国 在外地 甚至说就在本市 只要没和父母住一块 这问题 他也回避不了 可是您说 这外国和外地 真没区别吗 还是有 除了真实距离上的差距 还有心理上的 咱们不说同城 就算是天南海北 只要在这范围之内 真有事的时候 他知道我离得不远 我也知道我离得不远 这个就能让人心安 都说父母再不远游 游必有方 说真的有鸡毛方 只不过是在自己和老家之间 做了选择而已 有那幸运的 要么是父母身体 一直硬硬硬拉拉的 要么是家里有兄弟姐妹 能出力照顾 还有的老家自己有本事 混到了家里全管 海外的子女这边呢 有那个真争气的 可以反补了 足吃足喝的供着 人虽然回不去 钱上能可劲的支持 买东买西 啤酒大一 顾保姆 顾俩 一个照顾老人 另一个照顾那保姆 但是无论如何呢 终归是见面少了 就算他天天打视频啊 他也代替不了面对面 更何况还有一些问题 是钱解决不了的呢 我就说如果有钱 尚且有这么多问题 那像我们这样的不孝子孙 自己都人到中年 迫不得已重头再来 每天起早贪黑的 就挣出这么一房租一学费了 真把老头接过来 那是来养老来了吗 那不给我打工来了吗 那还有不少 混了几年 跟我们目前情况一样 出门的时候都愁愁满志的呢 可是理想很丰满 那现实很骨感 算是压根没混出来的呢 有不有方 他们的方又在哪呢 退一万步说 既不能出钱 又不能出力 但是能照顾好自己这小家 最差最差 也算没给老家添负担吧 那更差点的有没有 挺大个子 还需要爹妈照顾 需要爹妈操心呢 我相信有 不过这个咱就不说了 那样的 也不在咱们的讨论饭肥之内 这老话说养儿防老 鸡骨防鸡 在我看来啊 这就不是防老的事 能在老家身边尽孝 对自己来说 是一种满足和圆满 对自己心理上 是一种莫大的宽慰 这就跟和尚化缘一样 那和尚向谁化缘 就是给谁一个 与佛结缘的机会 作为布施者 咱应该感谢人家 给咱这机会 当然现在假和尚也很多啊 您就看 那化缘化饭的 那是真和尚 资料是化钱的 全是假和尚 那么咱们今天不说和尚啊 就说我们 希望我能赶紧安身立命 尽快在这边挣到钱 如果有机会 在这边能做出点事业来 未来真到了 要我做决定的那一天 我能有更多的选择 希望父母老家 慢点变老 身体健康 这世界也别再出什么妖蛾的 但是说实话 这现实啊 往往就是这样 特别的现实 树欲净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淡 我见过不少例子了 比我高超 不知道多少的老前辈 遇到这些问题 依然还是一筹莫掌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有可能比人家强 我只求我能稍微幸运一点吧 还有 我们现在也是父母了 我们将来怎么办 我将来会把我这二百多斤 埋在这吗 我不会 在我看来 这赡养老的跟喂养小的 是一样的 这为人父母啊 他不是做买卖 投入了多少 时间 精力 金钱 然后坐那等着 盼着 有一天孩子能产出多少回报来 一切的重点 就在于这生和养的过程 喜怒 忧思 悲恐惊 连同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 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养大了孩子 但是孩子并不亏欠我们 是我们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这个过程 完善了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成长了 经历了 体会了 还有可能误了 说一千到一万 能多陪陪父母 能在父母跟前见见笑 这绝对是一好事 至于我们将来怎么办这问题 我今天是真的给不出答案来 你们说呢 哥几个 今儿几个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您也跟我说说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你也想念吗 不追不敢 慢慢走回家